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介紹一個MagLab & Juno的GI介面 接下來要介紹一下用度的硬件 首先是一條USB線,例如一邊是B型頭 還有一顆220噸的電阻 還有兩顆LED燈,一個綠色,一個紅色 還有一些用在麵包板上的線材 還有一塊普通的麵包板 最重要的是一塊Angelo的開發板 今次是用Uno來做的 左邊是Power和Analog In的插座 右邊是Digital的插座 左邊是5屋供電和USB插座 要用的硬件就是這樣 接著就是硬件接駁的部分 首先我會把Angelo的右邊 接地插座連接到麵包板上的總線 這樣做就是方便以後的連接 然後把220噸的電阻 一邊就接地 另一邊就接到其中一個電子牌 即是橫向上的 之後再把LED燈接上去 留意短腳,即是負極那邊接到電阻的部分 長腳,即是正極那邊就可以隨意接到其中一個連接牌 另一顆也是這樣做的 負極也是接到電阻那邊 但正極那邊就接到另一項端子牌 你看到分開的 然後把第九腳連接到紅色LED燈牆那邊 然後把ANDRUNO第八隻腳連接到綠色LED燈 然後把USB線接到ANDRUNO那邊 這樣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來到軟件的部分 有網友可能沒用過ANDRUNO的 不要緊要,首先就要去ANDRUNO的網站 下載軟件 這個軟件內就包含了ANDRUNO的IDE 還有一些驅動程式 還有一些驅動程式 還有一個很多的範例 首先就把它架縮到場面那裡 你可以在Drivers的Folder裡面 看到一系列的ANDRUNO的Driver 首先就要去控制台的裝置管理員 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就會看到一個無法識別的裝置 其實這個就是你的開發版 然後就選擇 先選擇Drivers這個Folder 就是右邊這裡 它就會自己去找哪個Driver 適合你的開發版 安裝完成之後 就會看到ANDRUNO的開發版的名字 以及它在使用哪個Comport 那Comport的這個號碼 你要記住 因為之後也會有用到 之後就去到ANDRUNO的軟件 從MATLAB和Simlink的網頁 你會看到 因為ANDRUNO還需要一個 Embedded Program 去解讀MATLAB的聲錄 所以來到這個網站下載這個package 你首先要去到 ANDRUNO support from MadLAB和Simlink 一頁 然後再去到 這一頁 你會看到 所需要的硬件和軟件 之後就按進去 按進去 MATLAB support package forANDRUNO 這裡 再在 右上角 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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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的 就是需要將 這個program 將它消入到 Azure 首先 你需要開 Azure IDE 然後 再進去 剛才這個program 你可以看到 這裡 你需要選擇 你所用的 Azure Azure 選擇你的comport 這個comport 就是剛才 在控制台 當時管理員 看到那個comport 來的 那 設定了之後 就可以消錄了 完成了之後 就可以關掉 Azure IDE 接下來 就是 MATLAB 的部分 首先要開 MATLAB 左手邊 其實就是一個 檔案的目錄 你要去 Arduino.io 這個目錄 即是場面 這裡 因為裡面 有些library 是你的program 需要運行的 如果沒有這個library 你的program 就不能走 接著去到中間 這裡 開啟 GUIDE 這個 amplication 是用來畫 GUI 的 先開一個 空白的GUI 先 這裡 就是整個GUI的 背景 左手邊 就是一些GUI的工具 例如按鈕 表格 這樣 這次我們要用Toggo 按鈕 做個例子 在空白的位置 畫兩個Toggo 按鈕 按鈕 像是一根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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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動 為甚麼 GreenLED 而Tag呢 就改做Green 其實Tag呢 就是一個在背後program裡面 一個名稱 也代表著那個按鈕 所以要改名的 原因就是因為 之後會更容易看到哪個program 就 belong to哪一個按鈕 另外一個按鈕也是 改成RedLED 和Red 然後就轉成了 然後我會 Save它做 Arduino MATLAB 按下上方的Editor 你會看到背後的program Editor裡面的所有項目都存在 你看到Green和Red 就是兩個button的功能 首先在這個功能下面 就加上GlobalA 接著就設定 Arduino的comport 在我這次示範裡面 是用Com3的 所以就這樣打 然後下一步就是 定義Arduino的針腳 因為 因應這次示範 那個硬件接駁 兩個都需要 作為一個output 所以兩個pin 都設定為output 完成了這個部分 接下來 接下來就把GlobalA 這句 就在加上兩個button的功能裡面 即是Green和Red 這兩個 接下來就在Green 這個功能裡面 就加上Digital White 即是Digital的output 是Digital的 然後儲存它之後就可以運行 有時運行的時候就像我一樣 會出現一些錯誤的訊息 可能因為上一次運行完之後 就未做過關閉的錦波端口 只要在今晚的視窗打Clear All就可以了 以後來就在實際運行的情況 我按完完之後 它就會開啟了一個GUI 我按一下Green LED 它就會保持On 因為這個是Toggle按鈕 我按多一下 它就會Off 那整個示範就是這麼多 想知道更加多電子設計的資源 就可以去 t-size-bike.com 看看 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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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